今天就要离开新疆了 新疆之行也结束了 这是哈密火车站 现在是早上的9点钟 买了一张10点36分 从哈密回陕西的火车票 特2704 特2704是从新疆的喀什开往陕西西安的 这个火车全程需要41个小时到陕西 从哈密到陕西只需要20多个小时 因为这是北疆 早上还没吃饭 我不打算吃饭了 中午在火车上是一个快餐吧 进站休息一下 这一趟出来时间比较长了 有点疲惫 不想走也不想动了 买了一张卧铺 10点多上火车 明天早上就可以到陕西 不会穿越沙漠戈壁 到甘肃走河西 走哪一直到陕西的关中 就这么一个路线 走的是龙海县 哈密这座城市建的挺漂亮的 它是新疆的门户 出来哈密就到了甘肃省的柳原 一路往下到玉蒙关 嘉玉关 再到张叶 西宁 兰州 到天水 过了天水就到了陕西建 今天就要离开大美新疆了 后会有期吧 等到秋季再过来 还没有逛完 还有好多地方没去 哈密没有转 库尔勒等等一些地方吧 都没去 还早着 乌鲁木齐有到西安北的动车 时间太长了 票价也贵 动2708次 11点10 乌鲁木齐到西安北站 唐图这个高铁有点不划算 本身这一段速度也慢 属于动车 这是一楼后车大厅 现在去二楼 第二点票口 后车厅挺热的 买点水 买桶泡面 晚上吃 中午吃个盒饭 看看火车上的盒饭 2270次 喀什到西安 10点24 七站台 面包6块 囊15 火腿肠 这么大 一根5 6块 买了桶泡面 两瓶水 一个苏打水 9点50了 吃点饼干 垫一下肚子 对了 在新疆的卧铺上 都没有那种充电的插座 不知道到陕西的车 有没有那个插座 主要是坐火车上充电 不方便 新疆我坐了好几遍 那个 因为我都没有 我不知道这个是咱们 西安那边的火车 还是新疆的火车 如果是西安那边的火车 应该是有充电插座的 比较便捷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用手机吧 如果没有充电的地方 比较麻烦 马上就要进站了 都已经排队了 不要让你们孩子在站台 间隔 每个天门都完善 以免掉热乎的发生意外 感谢您的变责 这基本上都是老乡 西安十车 这是九车 人挺多的 因为这是中间的站 这应该是乌鲁木齐切入局的火车 上面也没有充电插座 好了 明天早上就到山西了 下车第一件事情 吃一碗 折面 哈密火车站建的也挺大的 这是高铁与普通列车的一个火车站 看一下哈密的城区 六十七万人口 这都三十的 这三十五是三十的 十五 合饭有三十五的 三十的 这是十五的 跟往上次吃的价格一样 但是里面的配菜不一样 十七都是两个小时 来看一下 树的量比较小 但是够我吃了 里面有西红柿鸡蛋 木耳 它应该是西红柿炒鸡蛋 青椒炒肉 这个是木耳炒肉 里面还有腐猪 配料挺多的 营养丰富 鸡蛋 有肉 有素的 有红的 嗨 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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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